而且就是有一个场景让我 特别的有感觉 就是看见了我自己跟我妈相处的一个方式 感慨良多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杜 阿姨在这里 嗨 大家好 阿姨带我出去玩 对 这个女孩一起走 好 走 Let's go 星期一日一早就跟米露库的家人们来到了文武庙 我在台湾第一次看到这种建筑的宫殿 就是好大哦 因为平常建的都是街道旁边的那个寺庙 然后就可能一层哦 或是最多到两三次 是 就不像这个似的 好美啊 台湾大小寺庙在万数之多 浓郁的寺庙文化 渗透着台湾社会独特的民俗生活跟历史 两岸寺庙建筑风格非常不同 这边的寺庙是鲜艳热闹的 最让我瞩目的就是屋顶的装饰 活泼华丽 远远看去就知道那是一座寺庙 1975年重建完成的文武庙 建筑风格则更加趋向于大陆的寺庙 它与往常在台湾见到的极为不同 给人一种庄严肃木质感 现在我们来到了最顶层 可以看到整个日月潭的风景 都在我的面前 实在是太壮观了 文武庙的华表被称为台湾第一华表 这一建筑在台湾也非常的少见 华表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建筑形式 相传它是部落时代的一种图腾标志 属于古代陵墓 宫殿前用来做装饰的巨大石柱 在天安门的两对华表 距今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了 参观文文武庙 我们一星人就来到了南投的一间制茶工厂 体验自己做茶包 做了制茶呢超过一家子那么久啊 那工也还健在哦 今年高零94岁就住在隔壁而已 How do we make credit in some way 今天我们一个人会做到六个茶包 六个都可以做不一样的口味 就是比较小张小张的 背面是黄色的 正面是很多颜色的 好 先做一个最简单的味道 可是我还想要做水果茶 那我第一个想做水果加红玉的 一定其实蛮简单的 是就是王里城 对啊 做我这下面的祖母绿加水果 然后就是祖母绿 我是祖母绿加桂花 哦 感觉不错 对啊 水果这个也太香了吧 嗯 我好想做一袋水果 叔叔在做茶包 叔叔的第一个茶包已经做好了 灯 灯你安全去想 对的红丝红灯的 可以的 可以的 这样就好 我们两个的茶包都已经做好了 签名 不亮 小不亮 我的小名 从制茶厂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台湾非常有名的日月坛 就来坐船啦 唉 这个算是我第二次来日月坛吧 哇 汽油的万家 好多人哦 我怎么有一种穿越 穿越到我小时候那个年代的感觉 就大广场 记忆里小时候旅游景点的标配就是一个大广场 然后还有穿的花花绿绿的人嘛 上一次来日月坛的时候呢 走得比较匆忙 这一次就要好好的坐船来游览一下 日月坛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湖 它位于台湾中部的山区 那里群山环绕 树木茂盛 周围有许多的名胜古迹 清晨 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 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 隐隐约约的倒映在湖水中 要是下起萌萌细雨 日月坛好像披上青纱 周围的景象一片朦胧 就像童话中的仙境 这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课学到的课文 没想到过了将近快二十年了 自己居然可以亲身实地的去到课文里写的地方 九个月的赶寒 这些太开阔了 月坎族族下降的 我也太可爱了 它等一下就晕传了 它好强啊 就是你弟几岁来啊 还蛮不大 你两只手指头 从小就来 你再连同月坎 随着轮廓 这个是一直去的 长的 弯的 所以太阳 圆的 月亮 弯的 所以这是月亮 最后来的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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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船之后 我们就来吃这个阿嬷的香菇 尝一尝 13块一颗 其实也还行 看阿姨叔叔买的 尝一尝 我还烫死我了 尝尝这个有啥不同 香菇的味道 可能就是卤汁 应该有一点点香菇吧 香菇的 铁香的 还没饿 还能到我了 怎么样 蛮好吃的 它味全都炫进去了 要是就那个小米粥大米粥吃 一定更好吃 哈哈哈哈 好喝 这里还有茶叶蛋形成的故事 下来月月坛周边逛了一圈之后 我们打算去刚才导游推荐的一家 卖水煎包的地方 推荐我们来这一家 人超多 是大队排的 这个真的很大 在美食的陪伴下 我们结束了一天的行程 我现在已经回到新竹了 在米露普家住的两天 真的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很短暂 虽然我跟他的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是第一次见面 之前完全没有听米露普聊起过 但是去到他们家的时候 就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 因为他家是在南投 所以周五的时候呢 他爸爸跟他弟就去台中高铁站 去接我们了 就在那个站门口 我上大学的时候 虽然也是在北京 但是在北京的房山区 离我家通州区还挺远的 开车得小两个小时吧 然后有时候我爸也会在周五的时候 去接我 就在学校门口 当时我跟米露普就拿着那个行李 下去的时候 看他爸跟他弟在门口等着 当时就觉得好熟悉啊 后来到他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他的妈妈就是准备了好多菜 然后帮我们加热 还有去买了很多宵夜给我们吃 就是怕我们太冷啊太饿 这点跟我妈也特别像 每次回家比较晚的时候 他都虽然饭都已经做好了 他们都已经吃完了 比如说剩了一点了 但是还是那种 就是有点手忙脚乱的特着急 给我去加热饭啊 加热汤什么的 我来到他们家的时候 就是看见他妈妈的那个行为 跟我妈 真的就是也超级像 而且周六一早 不是米露普就是带我去爬山了吗 那个山的话是他的家人 就是爸爸妈妈 假日的时候也会去爬的一个山 后来我们是早上走得挺早的 八点多就去了 他爸妈可能稍微晚一点 这样我们爬到顶了 吃完饭了才看见他爸妈爬出爬 就是爬到山顶 当时他家人也是拿了咖啡跟茶具 泡茶喝 然后也约了几个好朋友 就是一些叔叔阿姨一块在山顶吃东西 就是我在家的时候吧 我妈妈就特喜欢 假日的时候跟好朋友去那个野餐 就是拿一个那个垫子 然后准备泡的茶 还有那个磨咖啡豆的那个东西吧 就是到现在为止 就是从2020年的8月底到现在 我就一直没回去了 疫情没有特别严重的时候 周六日他们也会给我发那个 和朋友一块出去玩的照片什么的 有的时候是去草原 有的时候是去爬山 也三五的好友一块 拿着拿着咖啡啊什么的 而且就是有一个场景让我 特别的有感觉 就是米勒库是属于那种性子比较急的 而且跟家人面前也不太会演示 我也是那种 就是跟爸妈面前可能就是更着急的那种 然后他就跟他妈有一点吵架了 也不算吵架 反正就是那种跟父母的脾气都会稍微有点大 然后但是那个阿姨特别的 就是阿姨还是很耐心的跟他说话 说让他注意安全呀什么 吃饱了穿暖了之类的 到时候我就觉得 就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好像看见了我自己跟我妈相处的一个方式 感慨良多 在这里呢也很感谢米勒库 带我去家里住 然后也谢谢叔叔阿姨跟弟弟收留了我 我跟他们说好了 过年的时候还要去 哎呀 真的是真情流露 我这个鼻涕都到嘴里了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